明星六早上 财政部一阵三副领导都出现了 而且说的东西也非常的棒啊 但是网民的解读却大失所望啊 很多人觉得财政部部长出来说的话呢 说的太模糊了 也没一个具体数字 如果有一个具体数字呢 那显然会对星期一的早盘开示 会有一巨大的影响 但是财政部长真不能说的太具体 说不了那么具体 只能说个方向 为什么呢 这就是财政预算调整 它是有不成的 不是财政部长一个人说了算 而且这件事情要经过全国人大 经过全国人大的这个审批 这个里面不光是财经委了 必须要经过每年的这个两会 当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甚至于就是说 需要其他的一些审批过程 所以所有的政策来讲的话呢 或快或慢 但是最终的数字 不由财政部长说了算 但是这个方向已经定了 我觉得网民们大可 必担心明天的早上开示 毕竟这都是好消息 而且好消息不不愁他晚来呀 只要他要来 那对于市场奠定大抵 向上攀升是有帮助的 对于市场 About M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